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我们去看一下昨天PineNetwork发布了一些消息 那好,他这里今天给的一个消息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不再去讲这个生态了 那么以前一直在讲这个生态的重要性 那么以及讲这个大家能进入这种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给你什么样的好处,你如何去挣钱,是吧 去吸引生态建设者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去促进生态的一个开发 从而呢能让现有的一些派币有更多的地方去扭转 那当然在这样的喊的过程当中喊的非常多嘛 那现在的话也可能要去换换口味啊,换换其他的 那今天看PineNetwork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讲了说使用派的浏览器去查询 可以查询到派的测试网或者组网区块链的活动 并搜索派的交易区块链地址 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看,哎,好像是有点新银是吧 感觉起来就是还是一个新的消息 那么没有再去讲生态了,没有再去讲KYC了 那是一个不错的看法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够看到呢 他这个也是讲的老话题 就是把他的这个区块链上面的数据呢 来说一下,你们可以通过这里去查询 那么但作为项目方而言的话 他发消息是针对于他发什么 我们下面的人去理解的话 是我们每个人学到不同东西或者理解不同的东西 理解程度不一样,个人看法也就不一样 项目方而言呢,他发什么 他就只是发而已,他也不会给你做回复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下面呢,有人就去进行了回复 有的人学习的更多啊,有人说,哎,我们希望今年去主网 是吧,下面呢,有人就说,哎,那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他们发布了一些回收的或者旧的信息 有人可以查询一下广告商啊,每千次的展示的费用吗 这是非常高的,那么你会惊奇的发现是多么的有利可图 那所以为什么派的团队就喜欢拖延 那所以这边呢,这个有派友就认为啊,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广告费的依赖 那这个说法已经一直从社区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的 那这里的话我也不太清楚了 因为以前我还是很坚定,Panetwork不可能会因为这些 呃,银头小利去做这些拖延的 那么当然现在,那么当然现在一直没有去上主网 你说这东西他有没有持续的收入呢,那肯定还是有的嘛 他会不会为了这一点去拖车主网呢,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能够看得出他和小黑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个团队的内斗之间呢,也可以看到出他们其实还是 说的是这个不怎么去看重利益 但是实际上最终还是利益来源的一个纠葛吧 所以Panetwork这个广告,不管说他是拿来维持这个服务器也好 还是说放入他们自己的钱包也好 我觉得Pi,其实他们的项目团队还是挺看重这个利益的 不要就是认为啊,Panetwork很清高,他是俗生 他是对于钱,是视金钱如粪土 我认为从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我认为Panetwork的团队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其实还是蛮看重金钱这一块的 那好,这是关于这一点 那好,下面还有人就说 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 老是延期,接下来是干什么呀 我们总是在一个圈子里面去循环 这样做一直到他没有结束吗 是吧 那后面还有派遣就说 数百万人热切期待的项目 那有人也在at这个项目方就说 你赶快来私信我 肯定有什么话要去给项目方说 那有人就去嘲讽 嘲讽项目方 哇,什么技术啊,太厉害了 然后发出一个呕吐的表情 就表示项目方,你这个东西 区块链上面的这个链上数据 每个项目都必须去拿出来公开 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刚才就说了嘛 这个项目方去发布一些文章 他是根据他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至于你想不想看那是你的事情,好吧 那下面还有一个派遣就讲了说 哎,这个信心量太大了 PiNetwork设计一定会很惊讶的 发出一个小丑的表情 派遣还是蛮有才的 那你看这里包括韩国的 韩国的派遣也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认为韩国派遣去提交KYC会非常快速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的话 韩国还是有很多派遣哈 他们提交KYC的是一样在那里卡住的 那这里呢也是关于这个派的KYC 那么这个是关于中国去的 那么也是预见了很多问题 那这里是关于销毁账户的 那这个具体代码是不是那就不太清楚了 那好,下面还有一个派遣就说 哎,谢谢老师们的好意 我们正在等待您 告诉我们八月份什么时候开放主网 我们将你视为神来崇拜和尊敬你 那这个是欧洲区块链 这个是国外的啊 这是国外的一个派遣 但是他和现在我们在中国区出现的情况比较类似啊 中国区有人在去拜尼古拉斯 认为尼古拉斯博士他就是一个财神 甚至又给他插上香 是吧去给他烧香拜佛的那种类型 那这个老外的还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设为神仙 你知道能够带来财富 什么都好说是吧 那好,这个就是关于他今天去发布的推特上面去讲的是 我们可以在区块链上面去查询数据 那好,既然他已经把这个要求提出来 这个让我们去看了 我们去看看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数据 这是组网的啊 组网呢 他现在去已经迁移的挖矿的总奖励是 19亿74151129.1567个派 那19亿多 那他目前去锁定的奖励是13亿多 那也就是说我们流通的是6亿多的排币 那么先算这个总迁移的数量跟总的这个币区对表1000亿 那么他迁移了19亿 那占据1.9% 大概是占据1.9% 那这个占比还是蛮低的 那么在整个浩瀚的这个币量世界里面 他才占1.9%的这个迁移数量 所以说他玩起来非常难 现在目前派其实也说实话真的预见了问题 这是我们说从数据上面能看到了 真的预见了问题 在1.9%的一个流通量来讲 他这里还不是流通量 1.9%的应声量来讲 他玩这个派 他里面的这个圈子里面都不怎么玩得起来 如果说他按照真的去全面的进开放之后呢 那么他这个以前所说的话很多会被打脸 项目方你要说他不清高吗 他也应该也要也要一点面子 以前所吹出的牛 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收回 没有办法去实现 所以说通过他慢慢的这样去拖椅嘛 拖的时候呢 万一他又实现了 至少来说他没有开放 或者没有给你们全面开放这个网络的时候呢 那至少来讲 你们只能说讲我拖 不能讲我食言 不能讲我说我以前吹出的牛 最终让自己吹出的牛来打自己的脸 这个倒是不至于是吧 你只能说我是无奈 你们让我拖 他可以孰心孰住 他还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现在总的牵液数量1.9的情况下 派币的这个圈子里面 封闭式主要里面都挽不转 而且我们可以在实际上看一下 它实际上流通量是百分之零点六 百分之零点六多一点点 这么小的一个流通量 在整个B量的流通量这么小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生态的建设也好 还是说他们的这个生态里面的应用也好 那么都没有应用起来 都没有做出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表现 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现实层面去感受到的 那么从链上的数据来看的话 这些转账了交易了 那么有的人就把这个操作模式已经讲了 这是囤币党干的事情 就是大家其实派去不愿意看到东西呢 虽然没有往这个派所静止的方向去发展 派不上交易所 你们不要拿交易所给我炒作 那好OK 你不让我们上交易所 不在交易所里面炒作 但是这个资金一旦出来之后不受你管控 那我们该怎么干了还是怎么干 你说了好不交易不在场外交易 我们场内交易啊 场内交易我们规避风险啊 那这些商城我们可以在商城里面错假交易啊 我们可以在私下进行点对点交易啊 这些交易过程当中我三块五一个派币 是吧 零点几美元一个派币 我进行交易啊 那这虽然你painetwork 不要在上市 不要在交易所里面交易 不能去兑换其他法币 你看有没有兑换其他法币 兑换美元也好 兑换USDT也好 还是兑换人民币也好 有没有在兑换 这些事情你一样照样在干 所以painetwork 你堵这里堵那里 堵是没有用的 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按照正常逻辑去疏导它 我认为的是不要一上来 就是否定币圈里面的一些什么啊 你这个币圈思维了 什么否定 以前区块链里面加密货币做出的贡献 否定这个比特币啊 否定以太坊啊 否定以太坊的速度慢了 否定以太坊大家里面的啊 这个盖世费高啊 否定比特币什么挖矿啊 你否定归否定 但是你要看清楚人家的优势 人家的优势在于对于人面参与的人啊 是极其尊重的 像比特币也是很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出来之后人家虽然 哎你说他有没有诟病的地方有啊 慢嘛是吧 那么浪费资源嘛浪费电力嘛是吧 这些东西确实值得诟病 但是至少来讲 参与到比特币的社区里面的人 自己有一个权衡利弊的一个关键在那里 就是什么 我挖不挖这个矿 我要不要开这个矿场 来源于我对于利益的取舍 我要不要去做 我做是亏还是挣 我自己去考量 这个结果我得自己去承受 而Panetwork现在讲 我要保护你 你这个结果你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 来我们保护你 我把这个封闭式封闭着 你们千万不要去做 不要上交易所 不要去点了点了 换法币 换人民币 换USDD 不要换任何现实的钱 你们任何人都不要挣钱 因为挣钱你们就吃亏了 他是这种形式来保护你 那作为一个参与Panetwork的人来讲 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人来讲 你都讲了吗 KYC未成年的是不能通过KYC 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 他的后果应不应该由自己去负责 我们作为一个派的参与者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有了自己的行事能力 或者自己有个负责的能力了 我还需要你Panetwork来强调来保护吗 当然你说你保护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当这个保护过度的时候强加于别人的时候 这就是不自由的 是把你所谓的正确强加给别人 一件事物的正确与否 正确是错误是来源于立场的不同 或者说你的观念的不同 你Panetwork项目方认为的是 我不让你们进行交易 我不让你们所有的派友挣钱 那这就是在保护你们 那作为穷苦的人 作为普通的派友来讲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看到这个项目的发展 具体的一个开源 一个公平化的市场 透明化的市场给到大家 但你告诉我是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公平化这样的透明化 不利于你们 我要保护你们 把你们关在这个方子里面去 所以Panetwork 你现在所谓的生态建设 怪社区也好 还是说KYC的进度慢也好 项目方的一把把控的钥匙而已 那么真正的开放性的主要之后 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让派先锋来承担 你看先锋们愿不愿意这样承担 而你也可以当然做一个市场的投票 你说好OK 就像你以前做广告的时候 你说你这个广告要不要收钱 要不要去开广告 让我们项目方收钱做了一个投票 那你现在也一样的做一个投票 你说现在我开放性的主要 你们愿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你做一个投票就行了 那么既然讲了说社区自治 社区治理 那你给出一个投票 让社区里面的人来选择 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比如说超过50%的人认为 我们不应该承受这样的风险 那行你有的你说 你有话说 你有权力 你说超过51%的人认为继续封闭这种 那你继续封 我们可以说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投票 但是你现在是既没做投票 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你一直空闻 项目方说我要保护你们 保护你们的财产不受损失 保护你们不要去换法币 保护你们不要去换任何的加密货币 保护你们这手中拿的派 永远是派不能去换成现实生活的物质 对啊那这叫保护吗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折保护去绑架这些派先锋吗 那么我们以后的这个Panetwork 如果说开源之后 那么它的生态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那么这一点是通过常识 或者说通过有利口图的利益绑架 就可以去算得出来一个结果 那么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的 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还没有去达到一个开放式的时候 或者说是没有看到希望的时候 你会愿意去投入它吗 那么派现在就这样的 你放在这里 当然有非常多的开发人员是看中派的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派这个项目方 太过于独断了之后 如果说我们进来怎么办 进来之后你不开源怎么办 进来之后我们继续做 你做好了之后 我拖得起拖不起 这是关键 因为在做生态的时候会远远不断砸钱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没有流转起来 我们怎么去做 这是很大的问号 那么这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项目方 那么这种在派上面去开发生态的项目方 所诟病的一些问题 那么只是说现在的这些项目方 他们诟病于什么 我们已经和项目方之间建立了基础的关系 和项目方的核心成员有过联系了 不好说而已 那么在社交媒体上面 他们只能说一些比较大的话 这些话我们就认为是官方的话 官方的话就是来源于 官话 我们既不伤害你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项目方发什么 就说好项目方 你说的做了一些 我们都听命于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基础的关系 我现在已经有把柄在你手里面了 万一我说你不行 是吧 万一我给你唱反调 你直接送我这个项目 我直接这个dapp 给你去除白名单 或者把我踢下去怎么办 虽然说这种情况下 在区块链世界里面是非常可耻的 但是不排除项目方 你现在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有这样的潜在风险在里面 因为你现在可以封任何人的号 你现在可以踢除任何人的白名单项目 这样的风险存在的情况下 别人只能在你下面贵着求生 贵着吃一口饭 而且现在是贵着之后你都不给饭吃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从电商数据来看的话 PiNetwork现在的数据非常难看 那么注意他要不要上组网的话 要根据他后面所谓的 他的这个开放式组网的一个先决条件 KYC和这个生态建设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应该要多加一点 这些其实是表面的形象 他告诉社区的 而实际上他们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利益 牛蛋或者利益关系在那里 就是说小黑这个文成特和派项目方 之间的一个官司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么这里面我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讲说 牵扯了五亿个派币归属权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里面的五亿个派币 是因为他们早期初创的时候 那么在里面的这几个人去分了 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的话 那么项目方可能一直都不敢去上组 所以要想这个事情妥善解决的话 来源于项目方的格局有多大 大家都在一直讲一个问题 就是格局 这格局 格局不是说体现于我们这个派先锋的一个格局 派先锋的格局是来源于我们能够想象到 这个派有多大愿意我们能够去匹配于他 而项目方的格局就是说 你的格局大不大能不能放弃你有的利益 是吧有的东西你既然是已经做出来了 或者已经出现了这样问题想办法是解决他 而不是一直拖下去 有办法去解决他我们就有办法去解决他 当然你通过努力也没有办法解决 也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那你就去接受他 比如说小黑的这个团队里面 他已经存在这样的事情那项目方你能不能就接受他 那么你该败诉了你就败诉就行了 你该能争取到你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已经争取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是吧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情况下 你说对于你的项目要拖多久 像美国的一个官司他可以走很久的时间 只要一直在跟你纠缠着你就一直走下去 那这样的项目方我们能等得起吗 你可以拖用几十年啊几十年的时候谁拖得起啊是吧 那好这样就是关于今天要取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观点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今天就这样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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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